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英國劍橋大學民主未來中心最近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顯示如今62%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對中國抱有好感 相比之下有61%的人對美國持正面看法 中美之間只有一個百分點的微小差距 但就是中國領先 一個百分點看起來不太重要 但資料顯示自從俄屋衝突爆發以來 世界已經變得越來越兩極化 另外劍橋民主未來中心通過合併30項全球調查再去研究 這些調查覆蓋137個國家 代表全世界97%的人口 顯示在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的12億人當中 對中國持有負面看法的佔75% 對俄羅斯持有負面看法的有87% 但在發展中國家的人群的態度就完全相反 在發展中國家當中的63億人口中 對中國抱持有好感的佔了70% 對俄羅斯抱有好感的就60% 這種分化在過去10年中逐漸形成 中俄為何在發展中國家獲得支持呢? 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挺中國 原因之一就是那裡的民眾認為 自由主義國家的民主存在缺陷 資料顯示在很多數國民對俄羅斯有好感的那些國家當中 每10個國家中就有7個國家的民眾 對西方式的民主表現感到不滿 在大多數國民對中國持有正面看法的那些國家當中 四分之三國家的多數民眾對於西式民主表現感到不滿意 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獲得支持的背後 還有經濟原因 中國推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 目前已經有140多個國家參與其中 以建設能源基礎設施和交通運輸專案 在支持一帶一路這個倡議的國家的46億人中 幾乎三分之二對中國持有正面看法的 另外美國政客部網站上星期發表了一篇文章 與這個主題相關 從中也可以了解多一些中國的外交和對外政策相當有效的 文章的標題是 《沮喪和無力,在與中國爭奪全球影響力時,外交是美國最大的軟勒》 文章的副標題是這麼寫的 在巴拿馬當一座連接著這個國家的大橋 彰顯著中國與日俱增的外交存在感和影響力時 美國在當地的大使職位就已經空缺了四年半 這篇文章用中國外交工作中的成績 來反襯出美國外交工作的困境 是由政客網的資深國際新聞記者圖斯所撰寫的 文章一開始 以美洲大陸的國家巴拿馬為例 小小的背景資料 巴拿馬在2017年放棄與台灣的外交關係 改為與中國建交 文章說中國的成建商 不僅在這個國家修建大型的國際會展中心 與中國有關的公司 參與營運這個國家的港口 在當地還在修建一座擁有六個車道 能夠極大舒緩當地交通擠塞的大橋 巴拿馬運河第四大橋 但這一切就令美國的外交官感到棄露 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件事不應該這樣發生 原來根據這篇文章的說法 在2017年第四座橋項目招標時 儘管巴拿馬當時不顧美國的阻撓 拋棄了台北 在外交關係轉向北京 但美國駐巴拿馬大使一直都呼籲 美國的公司參與競標 因為這位大使認為這樣做可以釋放出 美國會繼續保持對巴拿馬興趣的信號 就在一個世紀之前 正是美國方面對巴拿馬運河的建設和投資 才令那裡成為世界上主要的貿易樞紐之一 然而在8年後的2017年 美國企業出於種種原因 並沒有興趣參與競標 令這位大使感到沮喪和無力 因為他不可以像中國的外交官那樣 可以通過中國體制的便利性 和中國的國有企業去推進這件事 他只能打電話給華盛頓 勸美國的私人企業去投資 但最後還是失敗了 不過巴拿馬運河第四座橋項目的案例 只是政客網這篇近萬字的長文的一個開始 文章說 隨著美國和中國對於地緣政治影響力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這樣的場景只是從非洲的肯尼亞 到南太平洋的所羅門群島 一次又一次這樣是上演著 為什麼會這樣呢? 政客網的記者說 他們通過採訪五十多名現任和原美國外交官 分析人士和國際關係學者 以及對大量相關研究文獻進行分析後發現 導致美國在與中國競爭國際影響力時 越來越吃虧的短板和軟勒 其實就是美國的外交工作 文章從外交規模、人員、資金投入、方式方法以及政治制度等四方面 展述了美國外交工作疲遠的原因 政客網的文章認為 過去十年裡中國增加了外交上的投入 甚至超過美國 成為了全世界外交使館最多的國家 中國看起來不僅增加了他們外交官的數量 而且他們還接受了遠比前輩更好的培訓 亦比前輩、諸如是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更自信 與此同時 美國對於外交的投入並沒有實際變化 美國駐外代表的規模也是如此 資金、安全和其他因素也限制了 美國在國外的外交足跡 魯斌是美國外交人員協會的主席 同時也是美國駐保加利亞的前大使 他在接受政客網採訪時的表態也挺有意思的 他說以前美國的大使館 曾經是很多國家最大、最顯眼 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市領館 但是現在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情況就不一樣了 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 中國的市領館才是最大、最顯眼 其次,政客網認為 中國外交的關注焦點集中在商業外交 推廣的是貿易和基礎設施項目 這令中國更容易在美國忽視的拉美和非洲獲得優勢 但是美國嘗試在這些地方 發展基建等項目來對抗中國影響力就很大困難 美國倡議的項目 一是手續十分繁瑣 另外就是資金不足 文章還指出 美國多數的外交官不太注重商業元素 而少數重視這個元素的外交官 也只能依賴私企 而結果往往是不如人意的 尤其是在世界上一些特定地區投資的時候 中國就可以直接調動自己的國企 美國國內的政治制度問題 政客網認為也導致美國外交疲遠的一個原因 尤其是政治撕裂、美國國會兩黨的黨爭 導致美國的外交人選 經常由於這類政治原因被否決或被嫌棄 一屆政府提出的外交預算 也難以確保在大選後下一屆政府得到維持 政客網特別提到 美國駐巴拿馬的新任大使人選 就因為美國兩黨的黨爭而一度空缺了四年半 直到前幾個星期才終於被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 文章認為這直接導致巴拿馬方面 認為美國不在乎他們 從而被中國可乘之機 雖然政客網這篇文章和其他西方媒體一樣 對中國體制的看法是負面的 但在外交層面他們不得不承認中國的體制 令中國在外交工作上擁有了穩定性 能夠始終保持在既定的軌跡上 可以有效地推行那些需要幾十年才能實現的長期目標 而美國的體制就令美國的外交變得過於反覆無常 不靠譜和很容易被黨爭干擾了 當然政客網的文章也指出 中國的外交工作也有不少問題 但這篇以美國問題為導向的報導 就並沒有在中國的問題上太多著脈 而是將重點落在美國反思外交工作上的不足 譬如文章就說中國外交工作中 也有一些容易引起所在國不滿的瑕疵 之後文章就緊接著說 在很多國家眼中 中國比美國更願意成為他們的夥伴 也更願意去贏得當地人的人心 不像美國那樣往往留給其他人一種傲慢的感覺 政客網的文章在此再次以巴拿馬為例 他說有巴拿馬方面的官員說 其實巴拿馬對中國的投資也有所保留 有些中國參與的項目也沒有批准到 但美國就沒有趁機進入 美國的官員在訪問巴拿馬的時候 反而對巴拿馬的腐敗問題說較 要是空洞地警告巴拿馬要小心中國 但卻未能夠拿出能夠切實替代北京提出的貿易 基礎設施和其他援助的後備方案 說到這裡也只是這篇文章的前四分之一的內容 在之後的內容中文章又將中國外交工作中的德 和美國外交工作中的失 進行了更具體的展開和論述 例如文章更詳細地介紹了當中國的外交網絡和外交人員 越來越遍及全球 無處不在的時候 美國的外交規模就是如何停滯不前 譬如當美國只是關注著亞洲的時候 中國已經開始在拉美和非洲等世界各地 積極拓展影響 而且與美國的說夠不同 中國能夠拿出令這些地區和國家獲利的實在政策 又譬如美國國會批准的外交預算一直沒有增加 而且遠遠不如美國的軍費 而中國就大力增加外交投資 文章甚至認為中國在奉行與人為善的外交政策 儘管一些外交官的言行被打上了戰狼外交的標籤 但也有很多外交官在致力塑造可愛、可敬、可真的中國形象等 雖然政客網這篇文章算是一種對中國外交工作的肯定 但有內地的官媒轉發這篇文章的時候 就提醒國人應該保持清醒 以巴拿馬為例 美國駐這個國家的大使雖然一度空缺了四年半 但根據政客網的說法 中國駐巴拿馬大使魏強在接受採訪時就說 美國大使館仍然有過百名員工 而中國大使館的職員就只有不夠二十人 政客網在對比了中美兩國的外交規模和預算的時候 就給出了一些資料也顯示 中國和美國在絕對數字上還是有明顯的差距 不過魏大使這番說話的意思 是為了說明美國在巴拿馬炒作中國威脅論的做法是錯誤的 他說中國是來做貿易的不是來威脅美國 這正反映出中國的外交工作和美國外交在本質上的不同 一個是構建共同富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個是要維持美國自身合藝的世界霸權的工具 這篇文章雖然長 比較了中美外交工作中的方方面面 但是說到底促成中美兩國在外交上 種種的德和失的根本 其實也是思想和制度上的 我認為有了正確的思想 角力的增強 體制的加持 中國才能夠用明顯少於美國的人力和財力 贏得世界上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認可和尊重 而政治內耗不斷的美國 如果還要繼續對外搞它的霸權主義操作 就算美國的外交人員規模和預算仍然是世界頂級 但也可能有心無力 另外10年前中共十八大召開 在石樓台的我在現場節目 我會講一下當年很多中國的中層官員 對於前景都沒有什麼信心 覺得反貪腐很難成功 習近平總書記上台之後提出了 黨要重拾初心 究竟黨的初心是什麼呢? 為什麼仍不上常委已經成為歷史呢? 歡迎大家去石樓台免費試看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10分鐘告訴大家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10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部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